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想啊 海春侯军拜花了几天呢 是五六天对吧 也就是项羽估计的半个月的时间 其实仅用了五六天就打完了 可惜海春侯没守住啊 这个该死的草旧对吧 好 听到这把失败了呢 赶紧引兵回来 这个时候汉军啊 正围着钟离妹在玩命攻打呢 项王一到 这些汉军呢 一看啊 储君的大兵来到呢 没想到项王来得这么早 所以赶紧逃跑了 进走贤祖 围绕这些关口山脉 躲起来了 不敢打了 然后项王呢 往西进军 与汉呢 就一起的临 也就是对着广武而驻军 相守树月啊 这个广武呢 是一座山的名字 叫广武山 还有一个外号啊 叫敖山 当地人呢 又叫它芒山 它位于河南省行阳市的黄河的南岸 广武山上还有一条 从南到东北方向的巨大的山沟 历史上就把这个山沟称之为广武建 广武建的东边啊 是霸王城 也就是当年项羽驻兵之地 而西边呢 是汉王城 是刘邦的驻兵之地 我在一本书叫 《细说汉高祖》里头啊 看到过这么一个段落 他说 据广武本地的百姓说呀 虽然过了两千多年 当地依然可以捡到 当时打仗扔下的兵刃和剑簇 霸王营出土的剑簇呢 比较大 也比较锋利 而汉王营出土的剑簇呢 非常小 也非常轻 工艺啊 也非常粗糙 剑簇越大呢 是射程越远 加工精粮呢 杀伤力就更大 考虑到向王营的剑簇啊 肯定是从汉王营射过来的 而汉王营的剑簇呢 则是从霸王营那边过来的 这就不难看出啊 汉军一方的后勤供应啊 比较有保障 而霸王一方呢 则比较窘迫呀 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啊 双方原来是楚国比汉要强大 现在啊 军事方面的实力 特别是后勤保障的实力啊 渐渐的楚国要落于下方了 我还看到过张大可的分析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 张大可说 张良在下意划策的时候啊 为汉王规划的灭楚的战略 是坚守住称高 牵制项羽 让他呢 不得惜 然后启用韩信 彭越 然后呢 降服情部 以三人之合力包围这个项羽 然后彭越呢 饶楚国之后方 断掉楚国的梁道 直接支援这个刘邦 而范曾为项羽所制定的战略呢 就是要集中权力 要突破汉军的撑高防线 然后突入关中 杀进刘邦的老超 如果汉王刘邦 能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的那一天 那是项羽的败亡之时啊 反之 如果项羽真的打破了这个成高 突入关中之日 则是刘邦的败亡之时啊 于是双方就一直在成高这个地方激战 汉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204年 4月至9月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项羽略战上风 5月就击破了行阳 杀掉了寄信 刘邦入关收兵 南下晚舍 项羽啊 居然没有沉胜西进 而是被刘邦啊 调到了南边 脱离了主战场啊 到6月 刘邦出逃成高 北渡黄河夺取韩信军队的时候 项羽啊 再次夺取了成高 仍为西进啊 丧失了战绩啊 这个时候 彭越已经深入处境了 再次牵引项羽回旧 破走彭越 挥师行阳啊 刘邦不仅巩固了成高防线 而且战略东宜 10月与项羽对峙广武啊 汉军是以战优势啊 这段话让我们看出两个国家 各自的主要军事战略啊 而且这两个战略互有自己的优点 而且也有赢的机会 但是现在看来啊 我们的对峙的前线不断东移 我们的项羽渐渐感到吃力了 好 我们看下文 当此时 彭越朔返良地 绝处良时 项王换之 为高祖至太公旗上 告汉王曰 今不吉相 无碰太公 汉王曰 无与项羽距北面寿命怀王 曰 曰为兄弟 无翁及若翁 必欲碰耳翁 则兴我一杯羹啊 项王怒欲杀之 项伯曰 天下事未可知 且为天下者不顾家 虽杀之无义 只义获尔 项王从之 那这个地方呢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项羽啊 是疲于奔命 后边有个彭越老骚扰 绝处良事 前面呢 有刘邦在前面守着 也打不过去 所以他想出一个办法 就搞了一个高祖 啥叫高祖呢 就是一个高高的 上面设置一个案板的台子 这个祖呢 也叫祖姬 是古代祭祀的时候 放肉的一种 一种器具啊 就叫祖姬了 这项羽急了 意思就是说 你再不投降 我把你爸爸煮了喝汤 即烹 就是烹就是煮了喝汤了 然后这个刘邦啊 用了一段 非常完美的逻辑推理啊 他说 我和项羽啊 一起北面受命于楚怀王 说了 咱们是兄弟一起打秦国嘛 既然咱俩是兄弟 所以推理就是 我的爸爸自然是你的爸爸呀 所以现在居然你要把你的爸爸 烧了吃肉汤 那么 一定要分一杯羹给我啊 我也想尝一尝 肉汤的滋味啊 项羽非常生气 想要把刘邦的爸爸给杀了 这时候啊 神队友又出现了 项羽说呀 现在天下大事还不知道呢 而且争夺天下的人 谁也不会顾家的 你把他爸爸杀了 没啥好处 只会增加你的祸患罢了 所以项羽呢 从直 项羽啊 是真急了 居然以刘邦父亲来相邀请 不过刘邦也真觉了啊 说要把我爸爸烧了 要分我一杯羹啊 你说这个是儿子吗 如果这个 他的爸爸太公能听到刘邦说的话 我估计得气得发抖 对吧 反正项羽呀 还得说一说 就是他自鸿门宴之后啊 实际上完全被刘邦收买了 可恨啊 这个项羽气走了范曾之后 多次都不听范曾的建议 反而对这个项羽呢 是言听计从啊 真是误乎哀哉啊 范曾一死 项羽凭借自己 勇猛啊 是小规模的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战术方面 是异常的凌乱 没有章法 拿着太公相威胁 本身就是 那种 不得已而为之的计策 何况最后还不了了之呢 可见呀 他的主心骨啊 已然全部混乱了 不要再谈什么战术不战术了 史记平陵里头 引了王维珍的一句话 挺有意思 他说 相伯全配公于鸿门 则已与张良善故 乃今复活太公 则已配公约为婚姻故 他意思 当年旧刘邦 是因为跟张良关系好 现在旧太公 是因为刘邦当年 给开过一个空头支票 说咱俩 要做儿女亲家 约为婚姻的缘故 当时 把这个他爸爸放在 那个高祖上 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还在 叫做相王堆 就是一个小土坡 相王堆 有人呢 又把他建了一个亭子 叫做太公亭 可惜啊 现在这个太公亭 是毁掉之后重建的 不是当时的 真实的东西 反正就是 哎 有这么一个事 你说这个事啊 是相语无耻呢 还是刘邦更无耻呢 我觉得这俩人啊 都是无耻之徒 不过在那个时代啊 我们需要的是上力啊 是置人于死地 什么道德 什么亲情 什么道义 通通通扔到一边 所以司马迁就感慨啊 说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亡啊 好像故今成大事的人 似乎啊 都有不道德的一面 当他们夺去了天下 就开始以德治国 告诉咱们 要符合社会之道德了 所以我就觉得啊 在历史上 所谓的道德 真的是人手中的 一件工具而已啊 记得晋书的 《软集传》里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说这个狂人软集啊 曾经就登上这个广武山 去看当年的楚汉战场 好 看一看 然后留下了一句感慨 说实无英雄 使数子成名 啥意思啊 当时刘邦也好 项羽也好 能叫英雄吗 不叫英雄 所以啊 让这帮孙子成名了 意思是 老子活在那个时候 老子才是英雄呢 所以这句话 实无英雄 使数子成名 千古名句啊 不过 你如何评价 项羽和刘邦 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呢 我觉得这一点啊 值得我们不断的去思考 道德在成就一件事情上 真正的功能 是有益呢 还是有害呢 那些人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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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